这么20多年我是经常是跟他有交集 有向他指教 跟他探讨中美关系 还有很多其他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 尤其在中美关系方面 我们探讨过各个层次的问题 包括一些细节问题 应该说我是受益匪浅 他对中国的传统思想 这个核心的理念的把握这个能力呢 我感觉他比很多号称中国专家的那些学者 要强得多 完全是 而且应该说是他可能是他最担心 就是这几年在他去世前的两年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他为之奋斗了半生 他自己今年七月说 我中国为中国中美关系 我奋斗了半生 这样一个宏伟的这样一个事业 很可能复制东流 所以我对这个下面是大半年的时间 美国怎么做 我基本上不抱任何希望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东 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件事情了 11月29号这一天 一位被中国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一位老先生 一位国际知名的重量级的外交以及政治人物 那就是基辛吉基基斯林尔 看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中文翻译 去世了 享年100岁 在今天节目中 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 向兰兴向老师 他跟这个季先生 我们叫季老先生 有过无数次的对话或者交往的经验 我们今天很荣幸呢 在节目中呢 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和他谈谈他所认识的季老先生 我们讲到这儿呢 就把向老师取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先打声招呼 向老师 谢谢 欢迎 你好 你好 史东先生 很高兴 很高兴能够跟你再见面 对对对 这个事情啊 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好不好 您和这个季老 我们叫季老啊 前前后后的相处或者相遇 或者是交谈呢 一共大概有几次 应该有20多次吧 20多次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在包括你第一次跟他见面 是什么样的情况 以及在后来几次接触 他给你的印象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我最早跟他接触 应该是20多年前吧 20多年前 我当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 选为当年的叫做基辛格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项目 那年我在日内瓦 我是在日内瓦做教授 在全球竞争当中他们选到我 应该是2003年 这个项目呢 因为是以基辛格命名的 同时呢 也是基辛格 包括他的家族 包括他夫人都积极参与 这样一个项目的 经常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活动 那次呢 那次呢 我是很有幸第一次跟他见面 第一次跟他见面 包括他夫人南希 当时是在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美国 不是说错了 在华盛顿 华盛顿 我们有一个大的活动 基辛格项目的一个大的活动 在国会图书馆 他跟他夫人都一起来参加的 第一次的印象呢 就是老先生非常和蔼 非常 应该说没有什么价值 很简单的 那次呢就是比较简单的聊了几句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搞的项目 下一次你专门要来曼哈顿 我们要这个当面好好谈一谈你的项目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项目 什么一个概念 这个你准备怎么做 他指着 向老师他指的是一对一的谈吗 一对一 对 我每次跟他见面都是一对一 都是一对一 基本上都是在纽约曼哈顿上层 他的那个基辛格公司的总部 他而且跟我说了 他说你今后只要到美国 到曼哈顿 你得跟我打招呼 打招呼 我不高兴的 所以我每次 以后出差啊 这是一个秘密 以后每次出差开会 如果是在纽约 我必定去跟他 去看他 跟他交谈 不在纽约 在华盛顿我也经常专程去跟他去交谈 所以 这么这么二十多年 我是经常是跟他有交集 有向他请教 跟他探讨中美关系 还有很多其他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 尤其在中美关系方面 我们探讨过各个层次的问题 包括一些细节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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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 我是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 我这样子 我插一句话 向老师 您提到的 您是这个Henry Kissinger 讲座教授 能不能够顺便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职位啊 和这个职务啊 和这个职称啊 它的 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是 基金和 基金会 和这个国会图书馆共同创立的 嗯 嗯 嗯 应该是2001年吧 2001年 他们每一年呢 在全球领选 领选一位 担任这个职务 嗯 嗯 然后呢 每一个位被领选的 我是第三任 我是2003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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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只有一位 在全球进行竞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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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基金格讲座教授呢 他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项目 啊 就是说 你根据你的研究项目 在国会 利用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和条件 和这个 在华盛顿 在美国的这些 啊 在人脉关系和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些交流 嗯 做一个具体的项目 每一个 每一位基金格讲座教授每一年呢 都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项目 嗯 我当时呢 被选中的项目呢 是 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 嗯 和西方的传统的政治思想的这个主要区别在哪里 嗯 是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 当时就是 其实是主要是集中在 什么叫做合法性 政治合法 合法性的问题 嗯 这个 我们从 这个项目呢 从 我这个项目呢 是从 古代的希腊 孔子 一直要讲到 这个 意大利文艺复兴 讲到这个 欧洲的这个 启蒙运动 讲到中国的五四运动 然后一直讲到现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 嗯 这个 它的 它的一个主题就是 主题就是说 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错误理解 也就是认为 中国人没有民主这个传统 是主要原因 没有民主传统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是一个 一个所谓集体 集体主义的社会 不存在 所谓个人主义这样一个 一个动力 所谓individualism 不存在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问题呢 只能由这个外部因素来推动 中国人自己呢 是做不到的 是这样一个 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观念 这个观念呢 应该说已经有200年吧 最少在西方是有200年的这样一个思维定势 这样一个概念 我呢 我这个项目呢 是想通过历史的研究 概念历史的研究呢 把这个观念呢 推翻 我听你介绍这个 刚才的内容的时候 我想到 因为好像是在2015年的时候 有一本 Henry Kissing 有一本书叫On China 中国有翻译版 中国的翻译叫论 讨论的论 论中国 这里面要谈到很多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政治方面 或者经济社会 他的一些介绍 而且我个人觉得 我没有看全部 但是我所接触到的 我觉得大家讲得非常的深入 您所提到的这个和这本书的内容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因为关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思想 传统政治思想 我跟他谈论 交谈论很多 他还是 基辛格先生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 这个我们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所谓中国问题专家 中文也不是 也应该说是不通的 他能了解一些情况 但是他的 他对中国的传统思想 这个核心的理念的把握这个能力呢 我感觉他比很多号称中国专家的那些学者 要强得多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有一次在曼哈顿就跟他专门谈 谈了一个多小时 所谓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的问题 我说这个中国呢 这个其实呢 作为个人 每一个个人呢 中国是在 可能在全世界来说呢 是最individualistic 我跟他解释了 我说跟日本人相比 跟韩国人相比呢 中国人呢 在海外不团结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每一个人都太过于个人主义 这个 包括在美国从政的 对吧 这个 你看我们中国人参政的 就比韩国 比日本人少 主要还是内部不团结 都是每一个个人都 个人英雄主义吧 可以这样说 但是日本和韩国人呢 到了海外以后 他们就比较团结 我们说团队精神 我们国内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日本人在国内是一条虫 大家都是唯唯诺诺听 听从这个权威的要求 但是到了海外 他们就成了一条龙 他们是一个团队 团队精神 中国人正好相反 中国人正好相反 中国人到了海外 个人发展特别好 但是团阶精神 团队精神就比较差 从历史上说 就是中国 不存在所谓individualism 就是西方意义上的所谓individualism 我跟他解释成五星 五星一直解释到现在 我说individualism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 中国人也没有办法把它翻译成一个正面的概念 中国人说个人主义都是负面的概念 没有办法把它翻译成一个正面的概念 我解释大概有半个多小时 他一句话 他就抓住我这个谈论的事情 他说 你的意思是中国个人太多 too many individuals 所以搞这个西式的民主是很困难 我说对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花了30分钟解释 他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就抓住了 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能力 抓问题这个核心理念的这个能力 确实是不同反响 这个我原先有感觉 但是听你这么讲 完全印证了我对他的这个感觉 因为这个人的聪明和他的智慧 在很多地方显现出来 但对我来讲 我还是提到刚刚这本书 《论中国》 它里面讲了很多事情 我可以说五体头顶 而且最让我impressed 最让我觉得了不起的地方就是 一般的做学位的人或者是聪明的人或者是智慑 他们会从一个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 但是往往他们见不到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英文叫做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缺陷什么 但是似乎季老季先生 他知道 特别在中国问题上面 我相信在其他问题也是类似 他知道自己缺陷什么 所以他找你 他跟你谈 这个对我来讲 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智慧的表现 不是吗 是啊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关于他论中国这本书 我在用英文在伦敦发表 写过一篇很长的书评 应该说我的书评基本上是正面的 因为我绝大部分的观点我都同意 但是对他的有一些 有一些稍微 所以我认为理想化一点的一些观点 我也不敢沟通 我也批评了 譬如说什么 他有一个观点 尤其是在结尾的部分 结论部分 他提出一个观点 叫做中国和美国 应该怎么样才能和平相处 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和平相处 叫co-evolution 他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就是相互演化 他用的是这个达尔文的这个概念 就是evolution这个概念 叫co-evolution 就是相互促进相互演化 而不是相互对抗相互竞争 也就是说呢 这个 他的意思我明白 他的意思是说呢 美国的体制啊 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体制 已经发展到这个最佳的阶段了 没有必要再继续发展 对不对 没有必要再演化 中国的体制呢 因为还不到 没有达到美国人所说的民主化 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美国人的主流思想 是认为我们的体制 已经是一个完美 几乎完美的一个体制 那么中国呢 单方面需要演化 那么这个呢 这个思路是对的 因为美国人现在开始谈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原来以为 你们经济改革以后 政治和经济 他们叫做convergence 对不对 这个体制改革和民主化 也跟上同样 向西方的体制靠拢 这个现在他们觉得很失望 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 尤其是在现任政府的这个实验当中 他们觉得非常失望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认为主要问题不在我们 主要问题在你 对不对 这个基辛格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但是呢 我批评他的这个 主要观点就是说 你过高的估计了 美国人愿意跟中国 或者是有这个 甚至有这样一个思路 愿意跟中国共同的进行这个 进行演化 就是大家都要把自己的体制 不断的不断的改进改善 然后相互促进 我认为呢 这个呢是有一点理想化 因为当时2015年嘛 所以那个时候中美关系 还没有坏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对不对 那个是2017年以后的事 那么 我感觉啊 我的观点 应该说还是站住着脚 但是我很 我是很欣慰 后来看到在2017年以后 基辛格先生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也进行反思 他也不断的意识到 这个中美冲突的几率 大于合作的几率 他也开始担心 他也最近几年 由于他去世前的这几年 他不断的警告美国 也警告中国 中美冲突 这个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呢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 这个 这样一个局面 好 那 是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